Hello 大家好 前一段因为六四三十五周年的关系 和我们的读书时间停了一段 那我们现在呢还是继续读书时间 而且我们还是继续介绍 胡平先生的犬如病这本书 那么关于犬如主义 我们已经介绍的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犬如病这本书中 胡平先生讲到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有些观点非常精彩 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上次介绍过胡平先生论毛泽东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介绍一下 胡平先生对周恩来怎么看 那周恩来也是中国当代史 或者说共产党党史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 那也充满了争议 那么胡平先生首先呢 强调了周恩来的奴性这一点 奴隶的奴啊 就是周恩来身上非常强的奴性 胡平说周恩来能够善终 就是最后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横死 也没有像彭德怀那样被折磨死 他说他之所以能够善终 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因为第一周恩来对自己的同类 就自己的同志不停的出卖 这个文革的时候 从彭德怀到陆定一 从罗瑞卿到彭真 从杨上坤到刘少奇 从邓小平到贺龙 这些在文革中啊被逗倒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周恩来的老朋友 可以说一辈子的这个朋友 但是在受迫害的时候 周恩来是专案组的组长 都是非常积极的办案的 所以他对自己同志的这种朋友的这种出卖 是他能够最终善终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胡平说他能够善终 第二个原因是不断的缠媚 不断的自污 污就是无告的污航 自己告自己 你比如说周恩来在去世前半年 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这时候周恩来病得已经非常非常重了 体重只有61斤多 我倒是希望什么时候 这个61公斤哪怕都行 但真的非常非常瘦了 你想人瘦到这个程度来日无多呀 但在这种情况下 周恩来已经来日无多的情况下 给毛泽东写的信都还仍旧是自污 自己批判自己 他在信里说 这是1975年6月16号给毛泽东的信 他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 整整40年了 德主席尊尊善诱 而不断犯错 甚至犯罪 还说自己犯罪啊 犯罪能不关劳力去 还不讲 真愧悔无极 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 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意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 总结出来 这临死临死给毛写一封信 还说自己这40年来不断犯错 甚至犯罪 还要写检讨 至此都在检讨 那大家知道周恩来这个检讨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人说周恩来的这个检讨 是韬光养晦 在毛的面前装傻 胡平不怎么认为 胡平反驳说 如果一个人韬光养晦 这一定是为了未来 你邓小平给中国制定外交政策 就是为了未来中国的国际环境 韬光养晦一定是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吗 但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很清楚自己没有未来了 他没多长时间活头了 那还掏毁什么呀 我觉得这点反驳非常有利 这就是哲学家的思辨能力 对不对 这怎么能是掏毁呢 他都活不了几天了 所以还是回到胡平的说法 这根本就不是掏毁 他这么这种做假检讨 说白了还就是一种奴性 就是胡平非常强调的 周恩来身上体现了极强烈的奴性 这种奴性的表现 就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 如果看过周恩来传都知道 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 都到临死前一段时间 他在一直播放乐剧《红楼梦》 其中有的《宝玉哭灵》这两首曲子 整个你看这就是个屈原 所以后来我们有蔡永梅老师写的书 说周恩来是同性恋 这个跟屈原是同性恋差不多 对主子有一种复杂的这种感情 我也不敢没有证据 不能说真来爱的就是毛泽东 但他对毛泽东这种 不管是惧怕还是眷恋四十年陪伴在毛的身边 一点对毛一点意见都没有 那至少跟屈原有的一比 而且临死的时候放《红楼梦》里的宝玉哭灵 就林黛玉死了宝玉哭到的林奇安 你说周恩来放这个曲子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什么心态 对吧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种奴性 或者说周恩来就是一个宁臣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呢 在谈到周恩来的时候 胡平对于中共的领袖 跟封建帝王的区别 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分析 我们都讲就说毛泽东也好 现在的西景边也好 都要做皇帝 但是你说他跟古代封建社会 真正的那种皇帝 到底还有哪些区别 难道真的就是皇帝 当然也不是 还是有些区别 我们只是你称他为皇帝 但是他跟古代的那个什么 元太祖这类的 还有区别 这个区别在哪 胡平有个精彩的分析 胡平说中国古代的君主 君权神兽 所以他的合法性是来自于血统 他爸爸就是皇上 所以他是太子 然后就当皇上 他是来自合法性 来自血统 所以君臣之间的界限 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君主呢 并不是因为正确 不是因为他一贯正确 才成为君主的 就也就是说 这个只要他当然是皇帝 错了他也还是皇帝 因为这是他们家 传承下来的 所以古代的时候有御师 你看有的御师很勇敢 经常批评君主 因为你批评君主 其实对君主的权力 够不成挑战 批评君主并不等于挑战君主 对吧 君主是神兽的 传承下来的血脉 传决定的 所以君主在贯彻 其意志的时候 他根本不需要制造出什么 万民以心来拥护他的这种假象 这是封建皇帝 因为君权神兽 他根本不需要作假 御师怎么骂他 也挑战不了他的权力 可是胡平说 共产极权不一样 这个共产极权主义 他的最大特点就是 道军合一 那就是这道理 这个治理国家的方式和他的这个合法性是统一在一起的 这个党的领袖把自己的权力的合法性 他不是建立在血统上 他是建立在他的伟大光荣正确之上的 他一定要证明自己一直都很正确 所以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 就会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 就会被视为质疑领袖地位的政党性 你质疑了领袖就等于质疑政党 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政党领袖 跟封建帝王非常大的区别 一个是不太怕被挑战 因为军权神兽 一个是就怕被别人说不对 因为说不对就挑战了他的合法性 所以其实不管毛泽东 邓小平 习近平 都还不如封建君主呢 都容不得一点批评 道理就在于这个 封建君主其实他无所谓 你再批评你还得叫我皇上 这个中国的这些领袖 习近平这些如果被批评了 那他可能合法性都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维护领袖 威信这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周恩来为什么拼死捍卫毛的原因 我一点发挥 我觉得周恩来对毛的那种奇怪的 那种情感可能也是对于自己的维护 或者说他认为的一个伟大的事业 就是他用了他一辈子推动的 所谓共产革命的维护 因为他知道如果毛倒了 如果毛不正确了 那等于整个这个党就不正确了 等于整个这个党就垮了 也等于他这一辈子的心血都白付出了 所以他对毛的这种 这种令人都生疑的这种情感 可能就出于这种 就是极权主义才有的这种现象 那么领袖微信一垮中 中共自己合法性都不存在了 所以周恩来维护毛泽东 实际上维护的是政党 其实维护的也是他自己 政党没了周恩来也不存在了吗 我觉得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 大家对他那么不满 还是能够统治下去 这就是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 那么胡平在介绍周恩来的时候 我觉得对中共领袖和封建帝王 做的这个区别 其实也是非常精彩观点 跟大家分享 那么关于周恩来呢 胡平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他很毒的那一面 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历史之谜啊 周恩来为什么临死 也不肯留下一句遗言 什么都不讲 关于这两点 我们下一期再向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